走進這個收費停車場 車主通通大傻眼 停在這裡的每一輛 通通被搞破壞 車牌居然消失了 車牌被連根拔起 殘骸丟在地上 旁邊小黃更慘 車牌雙邊凹陷根本看不出原樣 另一邊的車子 車牌整片翹起來 另一輛車牌號碼不見了 只剩空殼靠一顆螺絲支撐懸掛 嫌犯接連惡搞了八台車 那個Q人用的啊 很誇張啊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對 我把它自己用起來 自費用九費啊 有沒有人在顧 有沒有人在幫你拖壞車的啊 滿笑 很誇張啊 受害車主到場 還得自己找工具自救 傻眼都爆炸有夠衰耶 更慘的是 回家還不能停車到停車場 因為沒車牌可以辨識了 由於該名男子情緒激動 精神狀況十分不穩定 先行就醫治療 全案後續將依毀損罪 含送高雄地檢署偵辦 警方釣魚監視器 發現嫌犯騎U-bike犯案 一小時後 沿在別的地點拔車牌 總共十二台車遭殃 遭逮後情緒不穩送醫 停車說廢停車場 無辜被拔車牌 回到不能用 奇葩雖是真的無奇不有 記者 高雄報道 對 他直接拿噴漆噴我臉 男子在自家店門口休息 另一名男子頭頂著安全帽靠近 突然拿出噴漆朝對方臉上就是狂噴 男子突然被攻擊立刻跳起閃避 拿起機車上安全帽反擊 雙方大打出手 男子遭到噴漆攻擊 頭髮上人殘留難以清洗的紫色漆料 台中中青路二段 一名男子從凌晨兩點開始 不斷吵鬧喧嘩 期間男子赤裸上半身 站在自家陽台 旁邊就是一個瓦斯桶 附近民眾嚇傻 生怕做出什麼出格舉止 男子甚至還把鍋具從三樓往下丟 裡面全是燒成焦黑的麵條 男子情緒不穩 附近民眾人人自圍 警方到場後 男子躲回自家內聚不開門 據了解該名男子一個人獨居 是附近街訪的頭痛人物 時常吵鬧喧嘩 影響社區安寧 男子時常情緒不穩 嚇壞街訪鄰居 人人都害怕 記者王俊遠 紅香複承真棒 台中報導 綠燈起步大批機車往前 後排一台機車耐不住性子 想鬼切左轉 整隻竟殺出一個陳咬金 另一邊一台機車闖紅燈 兩邊撞個正著 闖紅燈騎士撞到空中 翻轉一圈四腳朝天著地 鬼切騎士被撞 釀槍幾步插點跌倒 事情搬在台中太平 兩台機車先後違規撞在一起 網友忍不住問 這樣誰對誰錯 空三人受傷 經送長安醫院就醫 均無生命危險 國道車禍貨 貨車司機受傷不清 被夾在車內 駕駛坐滿四千血 警銷趕底現場 把駕駛台下車緊急送衣 彰化國道一號車禍 兩台貨車發生追撞 沒想到同一時間 在後方再次發生車禍 先生你沒受傷吧 休旅車國道翻覆 四腳朝天 駕駛搶命爬出 另一台轎車 駕駛頭上肌血直流 神清恍惚 轎車休旅車和一台拖板車 三台車撞成一團 拖板車載暈的鋼良 還差點拖出 什麼逆光 逆光 逆光就對了 台中七四快速道路 則有一台馬砂拉蒂 自撞護欄 掃掉整排反光板 再彈到對向車道 輪框變形脫落 引擎蓋上滿是鮮血 駕駛酒駕上路 照事後自己走下交流道 就醫後才報警 記者王俊傑 韓志欣 陳志茂 台中帳化報導